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是正多边形 正多边形都是线对称图形 正N边多边形有N条对称轴 例如正5边形有5条对称轴 正6边形有6条对称轴 正8边形有8条对称轴 所以说正N边形是对称性最强的多边形 圆其实是正无限多边形 当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时 其形状周长面积就都越接近于圆 我们知道圆有无限多条对称轴 所以说圆是对称性最强的平面图形 关于正多边形何者叙述错误 A. 四个边等长的四边形都是正方形 B. 正五边形的五个内角都一样大 C. 正八边形的八个边都等长 D. 正三角形的每个内角都是60度 答案是A. 正多边形会符合两个条件 每个边相等,每个内角都相等 四个边等长,但四个角不一定相等 例如零形不一定是正方形 所以答案选A. 我们可以怎么画出正多边形呢? 要画出正多边形很简单 先画出一个圆,把一个圆分成相等的一些弧 就可以画出这个圆的内接正多边形 例如A. B. C. D. E. F. 把圆平分成六份 将点连起来可以得到正六边形 而这个圆就是正多边形的外接圆 正多边形的外接圆圆形 刚好就是正多边形的中心 例如点O是正六边形A. B. C. D. E. F. 的中心 O. A. 线段同时是圆O的半径 也是正六边形上A. B. C. D. E. F. 点 与O. 点距离 在正多边形里 每一边所对的圆形角 叫做正多边形的中心角 例如角A. O. B. 就是正六边形A. B. C. D. E. F. 的一个中心角 正六边形共有六个一样大的中心角 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周角 因此正六边形的每一个中心角 是六分之三百六十度等于六十度 在观察正六边形A. B. C. D. E. F. 它的一边 会刚好是正六边形外接圆的一弦 而一弦与圆形的距离称为弦心距 例如线段AB为正六边形A. B. C. D. E. F. 外接圆的一弦 线段OM的长度是正六边形外接圆的圆心O 到弦AB之距离 是该圆弦AB的弦心距长度 在圆O上找到八个点可以平分圆弧 将这八个点相连可得一个正八边形 求此正八边形的中心角 叫A. O. B. 答案 圆周角360度平分八个等腰三角形的顶角 角A. O. B. 等于360度除以8等于45 可别小看弦心距了 它可以拿来计算正六边形的面积哦 以正六边形为例 正六边形A. B. C. D. E. F. 内接 与半径为1的圆O 求A. B. C. D. E. F. 的弦心距和正六边形面积 我们将正六边形的中心和每个顶点相连 可以切出六个全等的等腰三角形 圆周角360度平分六个等腰三角形的顶角 可知一个三角形的顶角为 360度除以6等于60度 也就是这个等腰三角形同时也是正三角形 即O. A. 线段等于O. B. 线段等于A. B. 线段 连接O. M. 线段弦心距 它同时垂直平分A. B. 线段 即A. M. 线段等于二分之一 由B. 式定理可以求出O. M. 线段长度 O. M. 线段的平方等于一的平方减二分之一的平方 O. M. 等于二分之一根号三单位长 正三角形面积为 一乘以二分之根号三乘以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根号三平方单位 正六边形总共有六个正三角形所组成 所以正六边形面积为 四分之根号三乘以六等于二分之三根号三平方单位 如图 A. B. 线段为原欧上之一弦 O. M. 线段为其弦心距 A. B. 线段等于八 O. M. 线段等于三 求原欧面积为何 答案 O. M. 线段弦心距会垂直平分A. B. 线段 即A. M. 线段等于二分之八等于四单位长 以B. 是定理可求O. A. 线段长度 O. A. 线段的平方等于四的平方加三的平方 O. A. 线段等于五单位长 O. A. 线段是圆的半径 圆欧面积为五平方拍等于二十五拍平方单位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概念吧 在每一个多边形中 每条边相等 每个内角都相等 两个条件都相符的多边形 是正多边形 正多边形性值 正多边形都是线对称图形 正N边多边形有N条对称轴 一弦与圆心的距离称为弦心距 例如线段OM的长度 是正六边形外接圆的圆心O 到弦AB之距离 是该圆弦AB的弦心距长度 希望这堂课能帮助到你了解正多边形圆的关系 那么我们下堂课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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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